嗨 各位好 来 我们今天是行刑数工法开课 我们非常开心 各位能够来学一点行刑数工法 行刑数工法 其实它的法律价值比刑法更高 那在座我们刚刚跟同学 稍微确认一下 同学几乎上考场都要考刑数 那像三等四等应该都有 那国考很奇怪 警察四等居然不用考刑数 知道了吗 警察四等居然不用考刑数 为什么会这样讲 到底什么叫诉讼法 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证明一下 孔子讲的必也证明乎 刑数工法到底它是从哪里出现的 它来自法律的程序法 来 我们都知道法律有实体法 所谓的实体法 各位不要想太多 实体法就是在讨论它的要件 有没有 来 各位讨论什么要件呢 譬如说我们有民法 我们有行政法 我们有刑法 有没有 来 各位你看 我们的法律 当然要先把大家的权利义务写清楚 所以你在学民法 你一直在学到什么事 有没有 权利义务的关系 有吗 所以民法有三保 当事人标的物意思表示 是吗 那行政法 我们一直在规范人民 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 所以国家对人民有行政处犯 人民对国家有行政服从 还有行政救济 有没有 那刑法更不用讲了 各位如果刑法 你还问隔壁说 它有哪些要件呢 这个有点危险 刑法就在谈 构成的该当有违法 跟什么 有责任 我们是不是都学过了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如果今天我们触犯了民法 行政法跟刑法怎么办 文明的国家 总不能把人家直接抓去游街吧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 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提起的过往 叫做文化大革命 有没有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之后 还可以把人家任意抓去游行 民主国家不可以这样子 来各位 用白话文讲 就是这个东西的 那你知道我们的法律界 永远都很喜欢写文言文 所以文言文就叫诉讼法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诉讼法 你看如果人民之间 因为钱的问题 因为权利物关系的冲突的话 那我们就要照整个程序流程来进行了 所以面对要件之间出现瑕疵 程序就出现 来各位都一样 你不用紧张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民事诉讼法 有听过吗 那现在有些年轻一代的老师就不讲文言文 他们叫民事程序法 有听过 再来第二个 如果是国家的话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行政诉讼法 所以行政诉讼之前有个家宿院 这个法序老师都会讲过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是刑法 来人民就算犯罪 文明国家不能说随便把人家抓去处决的 所以你还是要有个合理合法的程序来做 知道的吗 各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刑事诉讼这一科 有没有发现 哎呀在台湾刑事诉讼法 各位真的是功逢其胜 我们的刑诉为什么这几年变得那么的真实 甚至考试很多人都不会 为什么我们待会讲 但是至少你先知道什么叫刑诉吧 所以在大学 如果你是像我这种法律系的话 我们大一大概都是学实理法 像我们大一的话 民法就学种则 那大二民法学载篇跟物权 那我们的大一刑法就学种则 大二就学刑法分则 那学完之后 大三就开始学什么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那大四学行政法 知道了吗 如果你这四年没有学完这些 就大五再留一年 知道了吗 法律系超会荡人的 恐怖 我们一个班60个 毕业的时候全班不到40个 知道了吗 法律系实在是 大家读到快疯掉 所以你大声要读一个叫刑事诉讼 了解了吗 那各位为什么把刑诉当成洪水猛兽 真是国家对不起你了 各位我刚才讲过 越威权的国家 他对刑诉是越尊敬 还是越鄙视 他当然对刑诉是越鄙视 对不对 你到北韩去 他们会不会跟你交很多行业 说法 说人权 人权 不用人权 金将军看你不爽 还有什么刑诉呢 那各位到中国去 有没有任意被逮捕的可能性 有 对不对 我们无意嘲笑北韩跟中国 因为在中华民国 民国80年之前也是一样 所以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刑诉只是为了考试用的 他根本没有什么好玩 听得懂了吗 各位民国80年解研之后 结束动员刊乱时期之后 我们解研是民国76年 民国80年动员刊乱结束 这个我都参与过 当初我都是学生的时代 有没有 跟我们台湾突然民主化了 所以有一个科目根本就没有 没有办法应付 这就叫刑事诉讼 所以刑诉你像我这个年纪来读 真的是很夸张 真的 为什么说夸张 我们以前读书如果民国80年代的 现在假如是二十几年前 我们制光刑事诉讼法 大概八节课就可以教完了 因为就跟你讲一下原理原则 各位去考试也没有老师会考太多 知道了吗 各位都已经民主时代 所以我要叮咛各位的是 如果你信得过我 你从今天开课之后 跟着我们课本走就好了 强烈不建议你去看电脑上的网站 为什么 我们整个国家民主化之后 所以大家研究民法的变多 还是研究刑诉的变多 当然是刑诉民法什么好研究 民法就民法三保 当事人标的入化 书这意思表示 不是我们鄙视民法 它就是不变的原理 对不对 可是刑诉请问你 警察能不能任意的去开人家车门 警察能不能随便看人家包包 警察看人家穿拖鞋 能不能就当成游民 这个在我读书的时候 完全不可能出现的题目 你就是逮捕他就对了 知道了吗 现在可以这样做吗 现在连抓去看守所收押禁件 都要照一定的规则 以前我们的时代要不要照一定的规则 今天检察官只要问我两句两个问题 第一个 州访你有没有参与 都没有啊 第二个问题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跟你说我没有啊 收押 为什么你不讲就收押 现在你看不能收押了 为什么 你要拿出证据证明 说服法官才能申请羁押 你听过了吗 所以这二十几年来研究刑诉的教授变很多 所以各位 你会觉得刑诉难念的第一个理由出现 你一直上网去找 永远看不完的东西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化 所以刑诉我们课程排十八节课 真的还有点赶的 知道了吗 但是国考又不能为了各位的一个刑诉开了太多节课 因为各位会太辛苦 所以这补习外老师真的是很为难 只能帮各位怎么整理 那就看个人的造诣了 知道了吗 各位刑诉我估过 如果你要好好读通 大概六十节是够的 各位连数一下去连数六十节 我第一个逃亡 知道了吗 为了一个刑诉为了同学只考两题 民宿与刑诉各两题 你读六十节干嘛呢 赶快考上就好了 所以我刚讲的话 各位有没有记下来 如果你信得过我 你真的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上网去找 每一个教授研究的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看得很辛苦 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是第一个刑诉难念的地方 就变成这样子的 了解了吗 各位第二个刑诉难念的地方就是 中央五为准 我们台湾的刑诉 本来才德国那一套 结果他现在改才美国那一套 德国跟美国的刑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待会我一直跟各位讲 有几个条文 你一定要稍微弄懂 知道了吗 你一定要听我的建议 不然你永远刑诉就读不通 永远就赚不出来 知道了吗 但你说我是读通了 有什么方法搞定考试 我还是会送你一口诀的 有没有 我们刚刚解题解刑码都不够了 所以刚刑诉有附在后面 刑诉今年还是考了十个字 合理性怀疑跟相当性理由 今年的考试还是一样考这个 所以跟我们讲的问题 各位们先记得了 有没有 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叮咛 来那我们的目录各位翻一下 我们今天因为刚开课 大概第零篇会跟各位讲一下 所有人的讲义只有我有第零篇 有看到第零篇吗 有没有 因为有蹲过监索的 大家才知道 有没有 大家刑诉觉得难念 就是因为各位没有操作过实物经验 因为刑诉各位一听就知道 是学理的科目还是实物的科目 是实物科目 所以以前我大三说真的很心虚 我刑诉也是毕业人 可是我真的也不太知道 刑诉到底在干嘛 后来去监索蹲在里面之后 才发现刑诉简单到爆 知道了吗 所以你要操作过 如果没操作过的教授 大概书都是从第一篇开始 有没有 各位你看我们课本有第零篇 为什么 因为老师有蹲过就这样 各位到监狱去 看守所去 那个叫新搜 新搜那个第一次去 比如说你礼拜三才进来 礼拜四才进来 所以前面那一周 根本不可能满七天吧 那个就是要第零周 知道了吗 所以各位你看那个课本 只要编第零篇的 大概就是有蹲过 才会这样编 知道了吗 这是一个小屁股 不然大家都是第一篇 知道了吗 有学来问我说 为什么你有第零篇 我说我爽啊 那就忍住 不知道怎么办 本来这就我的自由啊 所以有编第零篇的 各位你应该过来说 老师你有蹲过 这样才亲切嘛 所以输中法是食物的科目 同学都读不太通就这样 来我们今天一定会把 行数教完 对不对 行数其实就是文法的运用 文法我们学过 有主体跟课题 对不对 行数当然也会有 主体跟课题 来我们将会学到 什么东西呢 来目录跟着看 不用擦 不用擦 不要太紧张 第一个我们会跟各位 带一下 到底谁在玩这个诉讼 简单讲就是到底谁在操作这个诉讼 就是像我们玩游戏一样 你要看谁来参与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在法庭开庭的时候 你会看到谁在参与这个诉讼 讲到法院 各位需要我带你们去吗 不用吧 各位在我们行数上完 结束课程 功德圆满之前 一定要三三两两一组 或者全班一起去 去桃园地方法院 申请一下旁听 知道了吗 我们在学校上课 上学期我会带他们去监狱参观一下 下学期我带他们去法院参观一下 为什么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那学生去监狱参观之后都很开心 从来没蹲过嘛 就去年带学生去 那个典域长很客气 参访完毕 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心得 叫我们那学生 有个男生 差点被打死 他就起来说 我觉得这监狱吃的伙食 都比我们学校好 那环境也比学校干净 我说真的 我有点想来这里蹲 所有人都看着他 只要那科长是我老朋友 科长就跟我说 你们学生怎么这么劲爆 我说现在学生都很劲爆 典域长问你 你应该是说 我们更要以此警惕 好好的重新做人 不要来这里蹲 他居然说伙食真好 环境也很好 都好想来这边蹲 就要典域长脸上好几条线 那学生真的是有够饱 再来典域长说 开放提问 就有提问说 典域长你们现在 还有行求强奸犯吗 叫典域长说 那个表情就是应该有吧 对不对 典域长不好说谎 我们请科长来回答一下 就要科长又跟我说 你们怎么会教这样的学生呢 我说回去我会电他 这种是不要问 这种肯定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 就要科长说 我们一贯都是以这个人权至上 都是以教化至上来这个教育里面的同学 官方讲法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这些来参与诉讼的人 他就叫诉讼主题 所以要到法院去参观参观 法院就像我们教室一样 这里会有一张审判席 上面会有福禄寿三仙 有看过了吗 福禄寿三仙就是谁 我们法院里面这些人员 所以有审判长受命法官跟受托法官 有听过吗 被告站在中间库 那个人就叫什么是当事人 有没有 所以刑事实用法第三条 本法所称当事人的检察官之主人 跟被告就是他 各位旁边就有一个穿法袍 非常凶悍的那叫检察官 有听过吗 prosecution 检察官代表国家实施公权力 所以来上过刑法 听过路易十四 就知道谁是检察官 对不对 你们的法庭这样看过来 大概检察官会坐这边 或者是坐这边 就是他是两边一个 各两边就是 各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是法院门这样进来 法庭检察官就坐在这边 如果是门这边进来 检察官就坐在这边 听得懂吗 为什么检察官不能坐在门旁边 那个位置 知道吗 万一带被告进来的时候 被告经过检察官旁边 就顺便好戏 知道了吗 所以检察官一定是坐在 离门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他被靠上靠进来 检察官一定是坐那边 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了 各位诉讼主题 除了法院这些人 还有当事人 对不对 当事人 检察官是原告 被告当然是被告吧 就就嫌犯吧 对不对 还有谁 还有谁 目录瞄一下 还有谁 今天第一节课 大家看起来都很善良 都没蹲过 这里有人有蹲过吗 不要举手 不要举手 大家自己心里知道 如果你有蹲过就不用来上课了 你应该比我熟多了 对不对 这个就不用上课 各位还有谁 诉讼主理还有谁 来参与诉讼行为的 各位伤老金 被告跟检察官比谁 法律常识比较好 当然是检察官法律常识好 对不对 被告当然是诉讼上比较弱势 不过也有例外 被告也有那种很猛的 比如说自己是律师 有没有 儿子又是什么硕士 法学硕士 还当事员的 女婿是医生的 女儿是牙 也是有那种很猛的被告 当然没听出来就好 我只举例 不要想到一些成年的老案 你可以吗 自己也是法学 这个律师出称的 对不对 儿子也法学硕士 有这种人 这种案子都那么几十年 十几年的 就让他如留税般的过去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成年的老案 留税般的案件 过去就好了 我们不要讲太多 涉及万一又讲到政治 等一下还有被人家变 这样就不太好 好来 这次我们来归纳叫其他 有没有 什么事 被告你玩不过人家 找人来跟检察官玩 所以各位第一个听到什么诗 什么诗 律师 可以吗 我们现在那小鬼 我说 所以你可以找什么诗来玩 我们现在小孩说法师 我当场实在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法师没那么早登场 法师是被执行完毕 那个刑场 被打掉之后 法师才会来的 知道了吗 那叫律师 所以各位你到法庭大概会看到这些人 知道了吗 所以一定要去台湾地院看一看 了解了吗 然后看完什么风吹草动 回来跟我报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有的法官真的很混的 我们学院去看完说 都没有照行数在走 是啊 孩子不要存有太多希望吗 当然有的法官很认真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诉讼主体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来各位不要想太多 到底谁在参加这个诉讼 听得懂意思了吗 好来各位有诉讼主体 那一定再来会有什么事 诉讼主体 我们当然也要进入诉讼什么课题 来文法里面的课题就是受词 对不对 大家今天下课之前 绿色粉笔一定要帮他背起来 不然我们会不太开心 所谓的诉讼课题就是案件两个字 所以法官都叫审判案件 有没有 讲法官叫起诉案件 来各位我要你背什么 案件等于被告乘以什么 犯罪事实 所以这个各位务必要背一背 案件等于被告乘以犯罪事实 了解了吗 他是惩罚九九惩罚 虽然一个州访 一个殴打同学的案子 但事实这就是一个案件 听得懂吗 跟我打完同学转过头说 干什么 结果我又打了第二个同学 老师这么嚣张 当老师可以打学生 你太夸张了 一个州访 个别打了各一位同学 这是两个犯罪事实 所以这就是两案件 这样会算了吗 听得懂吗 所以五个人共同殴打班主任 请问你几个案件 几个 五个人 五个被告乘以共同伤害的一个事实 一个共同伤害嘛 对不对 那就是五个案件 这样会算的吗 这基本诉讼课题案件不会算 那也混太大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案件 所以来我要你背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考试才会轻松 案件等于被告乘以犯罪事实 你看昨天行政诉讼法考了什么 诉讼案件的上述不可分 它的范围在哪里就是这里 听得懂吗 来接下去诉讼课题 有四个各位务必要稍微了解一下 今天了解一下就好 第一个我们会建议各位 偷吃饱的一个方法 这个叫诉讼条件 我们刚刚讲过不要操 就把目录找一找就好 有没有 这个叫诉讼条件 有没有 各位什么叫诉讼条件 我们要送给各位偷吃步的方法了 各位来这边补习 请先回答我 你是要读的满腹学问呢 为你的目标呢 还是要读的金榜题名为你的目标 当然是金榜题名 你读那么多学问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诉讼法 我们今天传授各位几招 还有头颊包 知道了吗 各位诉讼条件就是个头颊包 要到动物园看场景录 要有什么条件 啊 怀疑要买门票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买门票才看得到场景录啊 那法院要审理 当然也要有诉讼条件啊 各位以后你当法官 这里是桃园地院 我们到时候会教你一些陶甲包 什么事 审到一半 哎 这个凶杀案发生在 那个北大特区呢 哦 没错啊 北大特区属于新北地院 以前叫板桥地院 现在改了一个 把松到报的名字叫新北地院 我真的讲不惯哦 我住台北县 他永远叫台北县 我在受不了人家写什么新北市 这是在政治人物发明一些鬼名词 新北市 那柯文哲管那个地方叫旧北市嘛 所以我们的板桥地院 居然被改成新北地院 以后我讲板桥地院 你不要纠正我 所以老师他已经改名了 我知道 了解 我叫地址 我还是写台北县啊 照样都可以记得到啊 知道了吗 什么新北地院 好险第一个字不是靠近的靠 不然就太酷了 那法院名字能听吗 哥 以后你当法官你一审说 哎呦 这个凶杀发生在北大特区 手一直抖 一直抖不是表示办不下去 是太爽了 他管辖权根本不在我这 所以这题目再怎么复杂 要不然继续审下去 不要了嘛 我们当然要传授给哥一些头一包 如果你今天想偷背 当然很好 三宁是 管辖初 有听过吗 好 各位如果今天凶杀案就发生在桃园市区 对不对 三老金 你是法官你要审 但是书机官回报你说 神班长 那个被告昨天晚上猛爆性肝源 送去闽胜医院保安救医 各位 当法官最喜欢听到被告突然得怪病了 猛爆性肝源 各位 那你就直接两个礼拜开一次庭就好了 因为义书用法 行书用法规定不能超过15天嘛 对不对 那你就两个礼拜开一次庭 每次开庭就问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 被告你承不承认 不承认 第二个问题 你还是不承认 我绝对不承认 第三个 再给一次机会 不承认 好 再继续还押看守所 你14天开一次 不要超过15天的法定限制 后面我们会讲 这个时候就算合法开庭 知道了吗 14天开一次 14天开一次 他只要猛爆性肝源第三次 结果隔天他死亡了 恭喜你 你的案子就可以结掉了 知道了吗 303条不受理 各位 这种叫头额包 所以以后当审判长手上有上百件案子的时候 先叫书记官去调查 来 这些被告身体状况怎么样 知道了吗 各位 如果100个案子有80几个猛爆性肝源 急性什么胰胀癌 什么鬼病出来了 各位 一个月100件案子 85个被告昨天晚上去世了 你赚饭了 各位 你今天就可以结85个案子 知道了吗 所以各位 伤脑筋 你看这结案速度很快 你不要在那边偷笑 我刚讲过了 我们坐在这边就是想考上 我们在教一些很奇怪的配方 但是保证你考试笑哈哈 那个司法官特考第二次胜论 那题目多重你知道 被告又诈欺 又行使未变造文书 怎样又怎样写了一堆 他又涉及了共同侦办 还有必要共犯 怎样又怎样 结果十几行之后来一句 但是法院审理中被告不幸因病身亡 那你要不要发第一端去写 这些案件的同质性 还同质重合 还略狮子跟豹什么的 不用了 他只要他有案 那个病发身亡 你就直接被告死亡 不受理判决就好了嘛 所以这个叫头一包 知道了吗 所以来第三个诉讼条件 我们还有302 所以我今天写在黑板上 各位都可以先把它研究一研究 知道了吗 翻一翻不熟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到时候带大家偷吃步 这个就很快 知道了吗 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诉讼条件 因为你要有条件 我们才知道 到底有没有必要再追溯下去吧 对不对 来再来第二个 我们先讲这叫诉讼行为 诉讼行为不理他 这个是每一个人该做什么事 这个完全没有学术价值 在行诉讼法多少呢 有39条 一直到70条 这个是我们讲到就是说 他整个每一个诉讼 主体他该做什么 这个在学理上完全没有学术价值 但是在国考毕竟 大家都是实务工作者 要花点时间去背的 知道了吗 那我们到时候再说你不用紧张 各位我们的粉笔要换颜色了 有没有 整个诉讼课题你在处理案件的时候 最重要的地方出现了 强制处分跟调查证据 来我们目录一定有看到第三张 强制处分第四张调查证据 这两个几乎每年都会考一到两题 所以我的话 我不是说每年都会考一题 他是每年都会考一到两题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行诉很难 第一个我们中华民国经历民主化了 所以学术是不是变很多了 第二个我们国家 因为很多学生都没有实务经验 所以可能有点难 各位你已经没有实务经验了 那你看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行诉去处理它 所以各位我们行诉在人权的要求下 不能再像以前随便把人家抓来了 所以各位来我们开口 大家负责听过点头 没听过就摇摇头 都没关系 传唤有听过吧 具体有听过吗 来逮捕有听过吗 再来讯问 讯问完干嘛 收押禁件羁押 有听过吗 各位如果叫你把证据交出来叫提出 行诉通法有个很无聊的阶段叫提出 那个国考从来没考过 提出就是叫嫌办把证据交出来 嫌办会不会把证据交出来 不会啊谁撩你呢 最近有个叫远圈航空的 有没有涉及非法抄贷呢 所以警察官左手侦办 就跟远圈航空的负责人说 你跟银行之间涉及抄贷的东西 是不是主动交出 他会不会主动交出 神经病你以为这里是教堂 来这边人都很善良 你这样交出这个人不理你 没关系你敢不交出两个字搜索 有听过吧 昨天就考搜索 所以我们建议同学背十个字 合理性怀疑相当性理由 昨天就考搜索 所以昨天别班有同学来跟我说 老师我只记得这十个字 我说很好啊 那你会写他的层次吗 他说我就是只会这一题 那就算到了啊 我管你读多久 这个这几年这么参考 因为人权的要求嘛 所以能不能像以前随便就搜索了 你们看那个玫瑰翻白眼那种剧情 民国80年代之前 都是李组长直接怎样 有没有 来你最好合作一点 那他头就这样 有看过吗 那后面的一毛二的警察就进去搜索了 有看过吗 搜不到之后还可以指着屋主说 你随时保持警戒 我会盯着你的 那搜对就走了 跟你现在有看到那一段吗 现在李组长到你家去要拿出什么票来 搜索票不要再玩那一套了好不好 所以你会直接跟那个警察警官讲 你是侦察队长 那是不是看一下搜索票 他说我没有搜索票 那就不用让他进来 除非有例外的不要试搜索 各位昨天的考题啊 知道了吗 他条也蛮少的 各位不用紧张 在122到132条而已 不会很多 我从来不会要求你背什么 你就记得合理性怀疑相当性理由就好了 知道了吗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加强的就是这两块 强制准备掉到证据 没关系我先用红的把它标注出来 有我的用意 有没有 那你们的目录掉到证据读下去 还有个叫证据排除法则 那更不会是你今天的事情了 知道了吗 那个更是我们后面会讲 来 所以各位你看我们从前面这里 一直到后面这边有没有 写的漏漏等这一些东西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行数的总则 所以他一样有总则 或者叫行数的总论 有没有 那总则或叫总论 他的行数第一条在行数227 知道了吗 227有没有 好 那我们的行数分则有没有 就在下面开始了 所以行数的分则从我们的行数228条开始 一直到512 228有很敏感吧 行数有些条文都是蛮敏感的 叫228 有听过228吗 在台湾每年选举都要炒一次的吧 另外字数的开场白叫319 319你看都好敏感 简易判决处刑叫449 有没有 简易判决处刑去年的考题 直接呛你 简易判决处刑的条文依据449 有没有 简易判决处刑就是案子很简便 可以办得很快的 有听过了吗 吃饭吃很快 台语叫做吃饭 所以数数九 就是449 有没有 所以我们行数49 简易判决处刑 很多条文都很有趣 都刚好有相形会议指示行生 所以行把通奸罪哪一条 多少 行把通奸罪第几条 239 行把通奸罪 爱情的两人世界里面 竟然有第三者 好一对什么男女 有听过了吗 好一对动物男女 所以239叫通奸 有很多是相形所创造出来的 重奸第几条 刑法重奸第几条 重奸不知道 一个人竟然有两个或三个妻子 有看过了吗 才是237 知道了吗 竟然有二或三个妻子 这个太过分 所以行数 简易判决处刑 你如果有一天重温被你老婆告了 你要露出很懊悔的表情 知道了吗 检察官看你这么懊悔 给你是机会 他就可以申请检疫判决处刑 好不好 所以你们桃园地院也有很多检疫法庭 像中立好像也有吧 你们是在桃园市 是桃园地院 对不对 中立那边就有个检疫庭 所以你就到检疫庭去报道一下 给你一个机会 检疫判决处刑 给你四个月有期徒刑的话 各位四个月有期徒刑 就是表明了 你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坐牢 医科罚金 有听过吗 各位不熟没关系 这本来就不是你该熟的事情 你太熟我还会紧张 知道了吗 太熟 下课问你说你怎么不熟 老师我去年被告过两次 这个不是好现象 所以行数是个很矛盾的科目 我们很希望同学熟 但是又怕我还没讲之前 你就很熟 所以你看行数449 去年的考题 检疫判决处刑 知道了吗 这不用太紧张 但是分扯从228条开始 各位我们要开始 我们就要进入到非常酷的术语 什么是诉讼系数 有没有目录我们的第三篇 各位你看我们的目录 你一定很好奇 老师你为什么会这样编排 这是我自己读行数的经验 诉讼系数 各位今天先不要害怕 我们就先送你两个字 有没有 他就是我们讲的收案 所以每一个法官 你要审案子 一定要先发生诉讼系数 这个动作叫收案 有没有 所以来我们桃园地链隔壁 有个叫桃园 什么地检署 检察官是干什么用的 待会会讲 有没有 所以同学光问 检察官跟法官有何不同 大家就挂在那边了 待会会说 知道吗 你不要老是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制服不同 废话 他们穿的服装都很不同 但是至少你法官一定要收到案子才能审 所以我们讲一个很通俗的名词 你们可能听过 不告不理 有听过的吗 各位你知道这句不告不理 在行诉错了六十几年了 我们叫不诉不理 不是不告不理 有没有 因为它会涉及到公诉还是自诉 有诉才能审理 不包含告诉 各位爱情的世界里小三有来了 有公诉 有自诉 有告诉 有没有 简察官才刚考过 公诉自诉跟告诉到底有什么不同 各位相信我 我一定帮你搞定它了 你不用太紧张 来 我们诉讼系数之后 顿号来 给它翻过去 有没有 来 我们的第四篇就进入到什么是 审判程序 有没有看到 各位来 审判程序 我帮各位写的再完整一点 其实所谓的审判程序 来 我们波浪线代表 本来应该是念审判程序的 它的正确来说应该是侦查 有没有 再来箭头起诉 再来进入到什么是 审判 这是整个审判程序最完整的讲法 有没有 审判完毕的话 我们当然要进入到什么是 执行 有没有 所以刑诉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的人权的保障 所以不可能说有犯罪行为 我们法院就开始审 我们一定会有个侦查的动作 所以昨天前天 远圈航空发生了贷款的弊案 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台北地检署目前已经展开分案调查 有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侦查程序 那侦查终结 确认之后 当然就会怎么样 起诉 有听过吗 各位起诉 法院当然就要开庭来审判 因为我们的宪法第16条 讲得很清楚 文明国家一定会在宪法写清楚 你绝对有一个权利之一 叫诉讼权 有听过吗 所以人民享受了什么权 诉讼权 所以美国也是美国宪法写在第16修正案 中华民国宪法写在第16条 刚好真的很巧都是16 有没有 那美国宪法他们写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宪法针究条文里面 14还是16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是16条就对了 这样知道吗 美国是14 不管那邪恶帝国不理他 但是我们国家是16条 知道意思了吗 所以人民享有诉讼权 所以法院要开庭来审理 各位你到法院就可以进去公开的旁听 知道了吗 没有去过法院 不用我带各位去吧 我们在学校都会带各位去 到时候大家就拿身份证 不要穿露脚趾的鞋子 因为法院毕竟比较慎重一点 穿个球鞋或皮鞋去 拿身份证进去 有的法庭门关上 上面放一个白牌子 那种所谓的白牌就是禁止旁听 为什么他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 他可能涉及到妨害性自主 我们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名誉 所以那个你就不要强行进去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其他的法院法庭你就可以进去 上一次我同学在当审判 找到带学员去看 就同学在上面开庭 就看到我们从后门进去 就错了一下 我就坐在那边一直戏弄他 反正他也拍不到我 就在中场开始审完 所以我们本庭下这个休庭 后面旁听民众请勿离席 知道了吗 就一直打我 他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带学员来参观 带学员不要在那边戏弄我好吗 我说就是要让你笑出来 法官笑出来应该很搞笑 那你们可以去旁听的 那法官只是美其名而已 那压力真的太大了 那个案子真的是太辛苦了 但是不管这叫审判 审判是拿两个名词的合成 审理跟判决 我们审理完要下判决嘛 对不对 审判完如果你不爽快 可以去救济 来哪个字 哪个字 哪个名词 审判完不爽可以去干嘛 Appear上诉 有听过了吗 你可以去上诉嘛 上诉你可以到高院 最高法院到底有什么原因 我们后面再讲 各位一旦判决确定之后 啊判决确定了 欢迎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 这个就是进入到我们执行 所以刑述456到486 有听过执行吗 执行就是在监狱执行的 所以来哥 我们监狱跟看守所什么不一样 干嘛认住 监狱跟看守所什么不一样 台湾常简称叫监所 合称那是错误的 监狱跟看守所的功能完全不一样 看守所是判决确定之前 怕你逃亡了 你逃亡我们就没办法继续来追溯了嘛 对不对 所以会暂时把人收容在什么 看守所里面 所以各位一听也知道 叫看守所 所以在看守所的时候 自由性比较高 通常不太会对你有什么要求 知道了吗 看守所 那一旦判决确定之后 各位有没有听过 这时候我们就听到四个字叫发什么执行 有没有 中间这个字很酷 就是我们讲的监狱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发兼执行 有听过 因为你就要到监狱去报道了 所以看守所被搜压 就压期 压期一天可以折抵监狱的 刑期一天 所以周防如果被宣判 十年判决确定 但是我已经被搜压一年了 到时候执行几年就好 九年就好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看守所跟监狱 其实根本是不同的机关 知道了吗 那如果被搜压一整年之后 就要法院宣判 周防因为证据不足 全案无罪判决 就把当庭释放 给我们露出喜悦的眼泪了 我们终于还清白了 但是被搜压一年怎么办 怎么办 来同学参与怎么办 被搜压一年了 看到所所长 我被搜压一年怎么办 所长就拍拍你说 哎呀人生难得的经验 对不对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进来 这边搜压 这里面名额也很少 这精英中的精英 就留着人生回忆吧 我听你讲 人生回忆 各位这时候就可以告国家了 现在叫刑事补偿法 好难听 我们的年代叫冤狱赔偿法 好好听 对不对 冤狱赔偿 所以以后我都改不了口 讲冤狱赔偿 懂意思了吧 有更好听的 戏虐的讲话叫退休金 知道了吗 所以以前我们在看守所 那个搜压 几个月后来被判无罪的 他就跟你说 老大谢谢你的照顾 我无罪了 我说赶快出去吧 不要忘了去领退休金 还有退休金 有啊 现在一天好像可以折抵两千 还是三千块 所以你如果被莫名其妙 收压一整个月 就可以折抵到最高九万块 不错的一个 这个生活费 但是尽量不要 尤其如果是被冤枉了进去 尤其还被冤枉什么强制性交 那这个是进去就危险了 所以我不太当女生 就是这样我们隔壁有校就是有个教授当了女学生 那女学生被当之后就去求情 女生不是都会去求情吗 教授就说不讲情了 被当就被当哭什么 你哭就有用啊 给我回去 明年再重修 那个女学生真的是想不开 就只好污着口罩 戴个鸭舌帽就出来开记者会 说老师想要亲门她 他把老师推开拒绝 老师侠怨抱负就当了她 你看那个教授我们很冤枉 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当女生 知道了吗 女生只要来求分我都会给她过 他只要来一哭 其实我不是怕被人家污蔑 我是怕女生哭 女生一来哭我就没扯 老师就哭了 老师我会被二二一 他就一直哭 我说好下一次用功一点 他就马上说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给你过 你真的保证 我说我保证骗你我是狗可以吗 他就突然从哭变成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厉害 谢谢老师就跑了 我们就知道我们上当了 男生没有人敢来跟我求分数 你来跟我求分数被痛骂一顿 也就罢了你来哭 再哭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 再哭 男生你哭什么东西呢 各位你看刚刚教授是不是很莫名其妙 好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 因为我们要接回来上课了 来我们看一看第零篇 今天让新同学知道一点观念回家 我们就很开心了 今天是导读 来我们导读第零篇的第四页 第五页开始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画了很多的图形 有没有看到了 有没有 第四篇 第四页 第零篇的第四页 行松法的意义 有没有看到 来第五页 各位看到那些很奇怪的名词出现了 哎 跟我们的痛苦指数要飙高了 有没有 行松他属于功法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行松是功法 有没有 各国的行松他最早的发源都是来自人民的私斗 这个是最早的行松的结构 你看我画这样 有没有 你打我 我打你有没有 各位男生我们回想高中生活 那就是我们行松最原始的模式 所以你敢打我 明天我帮你打回来 大家那边私斗 有听过吗 所以私斗是行松最早的模样 好 各位私斗 我们要开始进入国家了 对不对 各位我们国家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出来负责我们审理案件 有没有 中国历朝历代 汉字真的很伟大 按汉字大家都说很难写 各位你们的观念错了 汉字是全球最经济的文字 知道了吗 你看日文 讲个日文 舌头都快打结 有没有 です あります 有没有 他们的鱼尾注识一大堆 有没有 什么そうです 一堆 中文那么多 ですか ございます 我们都直接讲什么 反呼 吃饱了吗 反呼就是吃饱了 对不对 人也就是of course 当然 有没有 所以中文真的是很简洁的文字 有没有 中国历朝历代 各位有国家形成之后 我们就会有各种观点出现 有没有 后面就是框框 有没有 所以司马 司徒 司空 有听过这些吗 司寇 有没有 那你问我详细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叫司法 了解了吗 所以司就是掌管 掌管这个法律的 这就叫司法 所以中国一样 各国都一样 他们从司斗的角度 进入到我们的什么 有专人负责诉讼的问题了 各位来那里有八个字 有没有顺便读手 侦查起诉审判跟什么 执行 对不对 最早国家形成的时候 我们不允许人民司斗 所以我们就选出一个专业的人 他负责八个字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可以听懂吗 各位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 揪问主义 你不要看不起这些术语 这些术语 真的我每次讲的网友 说老师上课在那边浪费时间 各位如果有人这样讲 你就替我回答他 说周房老师要我替你回答 他三个字 他 开心 我高兴 这个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名词 你读到后面整个会乱掉 我们才跟各位讲过 我们国家的刑术让我们很伤劳 因为他最早是德国 现在是不是变成美国了 对不对 他会扯到什么主义 什么主义 你一定要先把这些名词给弄熟 所以各位什么叫揪问主义呢 各个国家都是一样 来各位 八个字 所以我帮你再浓缩 这一个所谓的司法人员 他就负责审理什么 整个诉讼的案件 所以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了解了吗 求问主义的优点就是 专人负责那八个字 审跟简是合一的 听得懂 但是求问主义的缺点就是 洗法润法一次完成 这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刚刚有没有讲 有效那个案子 有没有 各位有效那个案子 如果女生今天被老师荡了 去求分 没有拿到 还被骂一顿 这个学生如果一时想不开 是不是带个口罩出来 指责老师对他妨碍性自主了 对不对 各位好险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救问主义 如果是救问主义 那还得了 来我们救问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人 是谁呢 包整 中国历朝历代到清朝才改革啊 中国最腐败的地方就是 英雄制度 有没有 几千年来的制度都不变 到了清朝被打败 谁知道要改革 各位来 假如我是包整 我在开封府睡到一半 就突然听到那个女学生击鼓民怨 那赶快三分钟紧急着窗 有没有 所以当现态也不好玩 就马上说来 击鼓和人 那名副就上来了 对不对 名副是某大学的学生 因为被老师调戏了 所以名副很不甘心 想在这边报案 各位如果你是这种 神检合一救问主义者 包整 包整听完之后 对这个教授是好感还是坏感 是不是坏感 对不对 哎呀 当到老师居然敢调戏女学生 让女学生来提告 各位包整发飙了 他开始侦查 有看到吗 各位他有配很多手下的 他有配书记官叫公孙策 有听过的吗 他有配检查事务官叫展昭 有听过吗 他有配司法警察官王朝马汉 司法警察张龙照虎 有听过的吗 来呀 赶快去把那个教授给我抓来 各位这些人就去逮捕了 是不是逮捕来的 教授莫名其妙被抓 就跪在公堂上 各位包整之后看着他 好感还是坏感 什么坏感 对不对 你为什么挑戏人家 那教授一直在那边说 我没有啊 跟你越说没有 现态也是越相信你 还是越不相信你 是不是越不相信你 对不对 好 既然不承认的话 各位呀 这种揪问主意最狠的两个字出现了 什么事 有听过了吗 就拿一些夹花生糖的啦 有没有 拿一些夹手指头的啦 切花生糖的啦 开始来请求 各位那教授最后终于承认了 你看好起诉了 你也承认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台切花生糖的什么杂来的 有没有看到 来把人丢进来 咔嚓就把他杂了 各位这案子 有没有可能冤狱 有没有 各个国家都是这样 让神检是同一个人 这就叫揪问主意 所以各位你没有把这些名词弄懂 你完全听不懂行术在干什么 知道了吗 再一次 他的优点是什么 洗法润法一次完成 有一个专业的人在负责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你会不会发现 他会对被告产生先入为主的概念 听得懂了吗 这几天发生某个航空 可能有非法抄待 你看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看 我们学过行术的人 我们都是这样看 看我们没有话讲 各位你如果没有学过行术的人 你看他有个贪污啊 有个贪污啊 各位讲人家贪污要有证据嘛 所以我们学过行术的人 我们通常都是冷静看一下 分析一下怎么了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证据 你不能不能说 他一定是贪污与否 听得懂意思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 纠问主义一个大麻烦 为什么 他神检是合一的 来课本瞄一下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第五页啊 有没有 整个纠问主义的图 国家对着被告 是不是只有这样 那个国家就是专门一个人 来负责就对了 所以宋朝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神检是合一下的包证 而且中国更瞎 中国这种司法官还直接兼任行政官 有没有 所以你只要读四书五经 啊 考过我们的科举制度 你就会变成这个地方官的 现太爷 现太爷是身兼行政官跟什么官 司法官 所以我好庆幸活在民国时代 我完全不能想象当年那种中国 要怎么活下去 完全司法兼任行政 还省兼检 有没有 省兼合一 司法 行政 那已经不是洗法 润法一次完成了 那是执法 洗法 润法 养法 护法 燃法 好几次 一次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